今天这期的喝咖啡看世界系列 我们来到了西雅图 在西雅图的这几天 我逛了当地的派克市场 也在唐人街吃到了正宗的云南米线 打卡了口香糖墙 几天暴走下来 感受到了当地的精品咖啡文化 好吧 西雅图的第一印象就是 地铁的这个电梯里面一股尿骚味 出来之后瞬间感觉空气清新很舒服 我现在就在西雅图的派克市场的楼下 你看那边有一个电梯 往上上就是派克市场 然后这边也可以从这个楼梯走上去 整个这个里边很好 那因为我们今年开启了新的系列 就是探一下面包和咖啡结合的店 那我刚好就搜到了派克市场 非常近的 大概就是几十米的距离 就有一家当地口碑还不错的 面包加咖啡的店铺 那我就想着带大家来 探一探这个店 喝喝他们的咖啡 吃一吃他们的面包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面包 或者是主打什么 不过我们进来可以看一下 我说两句话的功夫就到了 就这家店 这个叫Fria Bakery and Cafe 蓝色的这个小的牌子 应该是从这边进 然后进门了之后呢 他这边这边都是甜一点的 下边还有一些饼干Cookie 是吧 这边还有一个这个球 朗姆吗 朗姆球 这边就是可颂了 他们的面包其实不算特别多 然后里边的就是咖啡室在做咖啡 整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里面 等下的话我就坐在外边吃了 因为它里边没有座位 对你有什么剪较的 tienes多了 这这我的毛衣是我们的 这ılı道还很 这一类是我们的 我们的这一类都州 也有一条 我们的这边 这个可以给我这个 这个看上来 中美甘 这一样的 这些是我们的 中美甘啊 中美甘 是的 对不起 韩国? 没有韩国,只是黑 对 这个 然后这个已经做好了 这个就当中午饭了 OK,我就坐在外边了 因为它里边是没有座位的 所以只能坐外边 哇,然后它这个太大了 我感觉我肯定是吃不完的 那我只能吃一点点吧 然后其余的就拿回酒店了 然后我先尝一下它的这个 意大利式的可颂 还帮我烤了一下 这里边有这个芝麻菜 它这个外表好酥啊 就是你咬了之后 明显你能听到 就是它那个酥酥脆脆的响声 里边它加的就是 鸡肉 然后还有牛油果 西红柿 培根 它里边的这个整体搭的 还是比较丰富的 它里边虽然也有一些芝士 然后有牛油果,培根 这些吃起来比较容易腻的 但是呢它里边的番茄和这个芝麻菜 就把它这种比较腻的味道给它中和掉了 其实 真的它这个可颂个头又大 里边的料又足 OK然后喝一下它的咖啡 它这个咖啡闻起来就是那种 中烘的或者有点浅浅的 有点果香的这种感觉 哇哦它这个喝起来很浅 就是一喝我就知道它是用日晒的耶加雪飞为主要的拼配的基底做的 就是甜感很高 它这个甜度喝起来跟我们品牌的龟龟牛的那个甜很像 但是呢我们品牌的龟龟牛呢用的是龟下 还有一些水洗的耶加 是以主要水洗钓为主的 但是它的这个呢就是典型的用主要的日晒豆瓶的 然后这个我吃到一半继续了 这个我感觉我真的吃不完了 我换下一个吧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这个吃完的话 下一个面包就吃不了 当晚饭吧 这个真的是有点大 把它掰开吃一半了 哇这个我感觉它的整个掰起来 它很有韧劲 这个我吃掉了 吃起来有点像是卡士达酱的感觉 它里边也加了一点点的肉桂 但是它这个肉桂不是特别多 就是微微的很明显 它是非常非常的容易 能跟咖啡搭配在一起的 哇再夸一遍 咖啡好甜 我吃完之后我才发现 我手上好多这种糖酸 你看我手上 所以说 you're working here? Yes as a barista? barista and manager so how long have you been working here? one month and a half so pretty recent oh yeah very new here but I will be supporting to open a new a new store? as a manager oh so this is the first one this is more bakery focused yeah and we are under ownership and also has a coffee roaster yeah so we have five coffee cafes in the seattle area oh we're also selling coffee as well i see so the new store you're going to have more like a coffee product you're going to have more like a coffee product it will be coffee and alcohol bar focused but this location is really good it just connects to the peak market right kind of a hidden secret which bean is this one? this one is a blend yeah a blend we created one blend i happens to have coffee from Colombia and Ethiopia oh Colombia and Ethiopia yeah thanks a lot of course where are you visiting from? i'm from China oh wow pretty interested about the coffee culture seattle has an older coffee scene or known as a coffee city there's a lot of coffee shops but a lot of people don't know there's a lot of specialty coffee uh huh so focus is on like the coffee of origin and not necessarily uh mass produced or blends so you'll see a lot of really small spots and just kind of focus on this point ish um what do you think böyle 他们店名呢 是这丹麦文 他们的老板是丹麦人 他们这个店是主打面包 然后呢 咖啡是为府袋的 但是他们要开一个新店铺 新的店铺会以咖啡巧酒 然后再加上一些烘焙 就是这几个结合在一起 好, thank you 这 should keep you busy 哇哦 but these are some of my favorite local shops like this is where I would go on a day off Cafe is my former cafe this one? yeah, where I used to work they're serving only in Asia-Pacific origin so it's coffee from the Yunnan and China 哇, Yunnan Cafe Yunnan, the Philippines 给我推荐了一些他自己觉得非常好的咖啡店 然后呢 你们可以结个屏 做不定之后以后也可以来西雅图的话 打个卡之类的 OK,那今天的西雅图的面包咖啡店的碳店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